今天接着讲暗影大人 视频开始前和新来的观众介绍下这本漫画 这是一本搞笑为主 龙奥天为府 画风优秀的异世界装身杀雕漫画 如果对这题材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居收 也可以从UP简介传手们从头看起 上集讲到公主被伤人包围 正料他不讲武德成功反杀了一个 场面由三对一变成了二对一 正当他以为能逐格击破的时候 身后那个本该隔屁的黑衣男 突然骑身砍向公主 千金鱼发之际暗影突然现身 机械的刀刃直接刺穿了敌人的胸膛 察觉到撞伤的良人迅速做出判断 直接踏墙跑路 在暗影打算起身去追的时候 公主的声音让他停下脚步 暗影慢慢转过身去 双方眼神对视的瞬间 公主不禁全身颤抖 但是鼓起勇去询问对方究竟有何目的 得到的回应却是少管闲事 什么都不知道会比较幸福 公主紧接着追问对方 到底是敌是由 暗影访问对方 倘若是敌人你又能做什么呢 害人的杀气朝公主迎面袭来 公主甚至对方是自己无法超越的存在 但还是喊出了我会战斗 如果你的存在会让姐姐和朋友受伤的话 我会尽全力阻止的 当公主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独自被留在了原地 画面一转两个黑影在深夜的王都里狂奔 身着黑衣的他们 仿佛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似的 一边注意自己的身后 一边逃进宅相 下一秒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突如其来的骑黑刀刃 在空中画出银白色的线 来不及惨叫的黑衣男在鲜血飞剑的状态下倒地 另一名黑衣男连忙拉开距离 准备逃跑 装身的下一刻 一名女子出现在眼前 两人隔着黑衣男子对话 仿佛将她当作空气一般 身穿连衣群的少女对爱影说道 之后的事情请交给我吧 我会负责吻出情报的 爱影留了句不要大意后装身离开 在少女目搜爱影离开的一瞬间 黑衣男迅速回剑 企图斩杀少女 正料手里的剑被瞬间弹开 跟着剑一同飞出去的 还有当真的三根手指 不只是想撕起自己的手指 还是见得她鬼捉在地 伸出了另一只手 然而少女的高跟鞋猛的踩下 贯穿了她的手心 我可不像爱影大人那般温柔 可别想着能轻松失去 病人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黑衣男抬头发现少女 投射在她身上的视线 吸力到令人站立 这里提一嘴 在小说中 牛是用她那黑丝眉腿 张断黑衣男的手指的 以及对方最后是被牛 用膝盖直击下而解决的 花妹转来到隔天的中午 龙道死党二人组 恨不得将拉也死的 吸得这个称号 当成头衔安在男主身上 时候就是执行传说中的 乖我本就是最受欢迎之人 凭借一块巧克力 就成为最强及外挂 受人欢迎的男人 这件四大作战 两人目标明确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然而男主队除了装疲以外的 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于是两人决定打头阵 给男主做示范 等了妹子认出了拼头死胆 就是最近一直跟踪他的跟踪狂 另一个妹子则是早有未婚夫了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就是最强及外挂的尸体了 就在男主这么想的时候 身边一个可爱的粉猫妹子 端着茶具经过 于是男主索性将巧克力 交给他后快不离开 傍晚少女在研究室里 不解的歪着头 岳父一进门 便问对方 那块巧克力是怎么回事 在得知了具体情况后 岳父摸了摸嘴上的胡子说道 那小子估计是对你一见钟情 据说这是特别难买到的巧克力 他肯定是为了你费尽周折才买到的吧 少女脸颊微微放红 岳父继续说道 好想想怎么回复对方吧 学习人际交往也是学生的本分 周两人探讨起了古遗物的事 学历的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的母亲生前一直在研究古遗物的暗号 他想知道母亲指导遇害前 都在研究的这些暗号到底是什么 一旁的岳父表示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可以的 毕竟连学术都市的高级院校都来找你去留学 话音刚落 岳父将脸别到一旁猛壳 学历连忙几身扶住对方 表示自己果然还是不去留学了 不能丢下生病的衣服不管 对方回到能有你这么好的女儿就足够了 他在离开前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希望少女把自己的未来放在第一位 以及把那个男生送的巧克力也吃掉 独自被留在房间里的学历 拿起巧克力放入口中 隔天因为两个龙套死党被送进了医护室 堂主久违的可一个人逍遥的回宿舍 整料每周两步就被一个同学叫住了 男主认出了她的声音 这俩是同一个人 甚至还有点像芝麻林 在小说里牛是伪装成了男主的学姐来到学校 曾经的她是侯爵家的大小姐 前不久还在这里上学 之后被当作恶魔平衣 被家人抛弃 甚至连存在也被抹除 之所以她跑来学校 也是想怀念一下这里的过去 不过和之前相比 她也是觉得现在比较幸福 之后她下眼汇报了昨天的审问结果 他们是大波罗教堂的第三等级决心者 等等这也怎么这么青春 稍微改一下字幕的话 直接变成校园恋爱马了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九等分的花架 不扯了回到剧情 所谓的第三等级者 就是没有承受住药物带来的精神破坏 被当作起职使用的人 也就是说 还有能够保持理智的第二级决心者 和拥有强大力量的第一级决心者 但这些牛都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认为 这种程度的事 根本没必要向爱影大人汇报 紧接着她告诉男主 那些假冒爱影庭院的人 只不过是迎合我们的幼儿 现在更强大的敌人 已经向王都集合了 当然更强大的敌人 到底强大到何种程度 牛依然没说 这种程度的情报 相必无需对锐智的爱影大人 以一说明 这么想的牛又略过了一段 很重要的情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这个系列观看人数 还是相对较少的 希望希望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数字三连一波 点赞上键 马上跟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